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发呆 一会自言自语 你把我跟念祖放哪儿了 你说话呀 你现在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 你心里还想着云儿是不是 好 我走 我带念祖走 成全你们 把香坠还我 我偏不给你 怎么样 你放手 把香坠还给我 还给我 你放手 你给我站住 站住 还给我 给我 给我 老爷 什么东西呀 这不是云儿的香坠吗 老爷 老爷 你干什么 你 我上开 爹 你 你把香坠还给我吧 昊主 这个香坠是哪儿来的 这是云儿的铁身之物 你没弄错 当然不会 我和云儿入洞房的时候 就看到过这香坠 我听云儿说 这香坠是从小跟着它的 后来云儿被误认为被土匪杀死 有人拿着香坠来报信 后来这香坠就一直保存在我这里 等云儿回来后 我不想还给它的 却突然不见了 前一阵子才找到 是云儿 是云儿 云儿 关城是你 云儿 是啊 那天 是有人拿着香坠来报信的 我怎么没看清楚 这是造花中人 否则 云儿 就不会再受这么多苦了 爹 别难过 你把香坠还给我吧 爹 您要替我做主 好准整天往云儿房间里跑 拿着香坠像个傻瓜一样 我快受不了了 龚月月 云儿已经离开陆家了 你连条香坠也容不下 你的心胸未免也太瞎窄了吧 香坠就是云儿 云儿就是香坠 你的魂全被这香坠给缠住了 爹 把它给我 我要把它给毁了 我要让云儿在耗中的心里彻彻底底的消失 爹 你把香坠给我 爹 给我 给我 住手 你们都住手 给我 少爷 少奶奶 老爷身体不好 你们两个 能少说两句吗 你们谁都不要抢 既然这香坠是云儿的 那就应该物归原主 这香坠先放在我这儿 我会还给他的 你们都退下 爹 你 退下 老爷 李军哪 这香坠 就是我跟义嫌的定情之物啊 老爷 这就是 慢点儿 老爷 好好好 师父 师父 陆老爷 程师父 您来了 陆老爷大驾光临 真是蓬毕生辉啊 只是我这地方狭小 委屈您了 程师父 云儿呢 今儿可是童喜的生日 他们那儿俩给童喜上坟去了 俊儿 你跑一趟 让你师娘跟云儿赶快回来 就说陆老爷来了 好 慢着 不急不急啊 程师父 有些事情我想先和你谈谈 好好好 陆老爷 您请坐 请坐 俊儿 快给陆老爷倒茶呀 好 您请坐 陆老爷 您是为了昊中再娶 云儿被逼回娘家的事来的吧 程师父 陆家 没有照顾好云儿 陆家对不起云儿 也对不起你啊 不不不不 这不能怪陆老爷 也不能怪昊中 就怪那个什么骨家大小姐 妄恩负义 不择手段 师父 老爷不是为这件事而来的 那是 程师父 有件事情 我想请教你 我希望程师父 能够据实相告啊 您说 我想了解 当年 你救云儿和赵妈的经过 这 陆老爷 这 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呀 师父 是我跟老爷说的 谁让你多嘴的 这陆老爷身体不好 你怎么让他操心 我们的家务事啊 你别怪李俊 是我要他说的 陆老爷 您为什么要追问 十九年前的往事啊 恕我直言啊 这件事 好像跟陆老爷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程师父 这件事情 跟我关系大了 你还记得 去年 你到我们陆家采访 替二太太 治病的情形吗 记得记得 我当然记得 二太太怎么了 二十年前 二太太 她曾经为我生下了一个女儿 叫明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明珠和我们陆家失散 我现在怀疑 云儿就是我的女儿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 这云儿是我 这个云儿有她的亲娘啊 可是 云儿并不是你所亲生的 不是吗 没错 云儿是我老伴带来的 所以 我现在向你 告诉我 救他们母女的经过 因为有太多的迹象显示 赵马 就是当年抱走我女儿明珠的河马 这 师父 一路上 老爷跟我说了很多事 陆明珠和云儿有太多巧合 为了弄清真相 请师父您 把当时的情况 详详细细地告诉老爷吧 好 好 妈 没事吧 你没有烫到哦 没事 怎么办呢 这 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妈 我会烧山的 你 你走 你先走 云儿 怎么办呢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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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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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了 二太太 谁是二太太呀 二太太 看来的二太太 你看着我妈 我不是你妈 明珠小姐 妈 明珠小姐 她们从那么高的山上摔下来 竟然没有死 真是菩萨抱佑啊 当我发现她们的时候 大人满头满脸都是血 昏死了过去 可她怀里的婴儿 只是轻微的擦伤 没什么大碍 由此可见哪 我老伴是用她的生命 在护着云儿啊 妈 这是我陆语年的大人 当时啊 我把大人小孩救回了我的住处 精心为他们疗伤 也真是老天有眼 大人活过来了 这孩子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谢天谢地 真是谢天谢地 谢谢你 你也是我们陆家的恩人的 不不不 陆老爷 您快别这么说 这该着啊 我跟他们母女俩有缘 程师傅 那后来 何巴就没有给你提醒过她的遭遇吗 他摔下来的时候啊 伤到了脑子 从前的什么事都忘了 他甚至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 也都想不起来了 这就难怪啊 我终于明白了 这没名没姓的 总不是那么回事 为了方便叫她 我就用了百家姓的第一个姓 让她姓赵 当时我就理所当然的 以为他们就是母女俩 这赵妈呀 她也没否认 赵妈 何巴 这一性之长 竟然我们妇女 失散了十九天呢 老爷 何巴对不起您 何巴对不起您哪 二他妈 二他妈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何妈 你都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居然想起来了 老爷 我对不起您 我对不起二太太 我没有照顾好二太太 让二太太受寂了苦 老爷 我真的对不起您哪 你别这么说 你别这么说 你救了明珠 你把她养育成人 你是我的恩人 你是陆家的功臣哪 我要感谢你 我要感谢你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老爷 老爷 别这样 你真是折杀我了 你真是折杀我了 老爷 今天 我把明珠小姐还给您 我把明珠小姐还给您 明珠 爹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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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的女儿啊 你是爹的女儿啊 不 我 你 john 一个象坠竟然让一对父子情绪失控 精神失常 简直是莫名其妙 什么莫名其妙 象坠是代表云儿 在爹的心目中 云儿是个好媳妇 所以爹想念云儿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什么好吃醋的 我就是不服气 爹偏心 我就是做得再好 爹心里也只有云儿